空中俯瞰几何状的白色建筑 仿佛一条点缀在浩瀚沙漠中的钻石项链 这里是号称中国大陆沙漠中最奢华的度假地之一 宁夏钻石饭店 老师会打着纸心笔 然后给大家去讲解说 看天上这一颗是什么星星 沙漠观星光听就浪漫 但能做到这点的在大陆宁夏不是唯一 西边的甘肃 北方的内蒙 邻近的两个邻居都能看到一样的星空 而且发展沙漠旅游还更早 名气更大 拼差异化稀客 宁夏国企饭店斥资上亿人民币 在园区内搭起关心股人工湖 最贵房型一碗要价约合台币13万 锁定金字塔顶端客群 沙坡头景区所处的中卫市 旅游相关从业人员将近7万 2024上半年累计接待国内游客超过900万人次 比前一年增长23.78% 国内游客有但是不是很多 几成的话可能达不到 交通方面对于国外游客还不是那么的方便 宁夏制沙固沙工程还在持续 官方划沙唯有的同时 也加速建设旅游景区 沙坡头景区以主题乐园为设计理念 先抢下境内年轻白领目光 我还是跟人很喜欢的 因为我们大多生活在城市 对一些自然环境接触都很少 繁荣的旅游业 普遍被视为能带来广泛相机 但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情势 牵动中国大陆经济 可能引发通缩担忧 一旦民众荷包紧缩算得更精 宁夏想成为旅客首选 难度也就更大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